我就是觉得吧 孩子应该自由尿 就让他尿在那个尿布湿上面 就不用把尿 我妈妈她就觉得 应该定时给宝宝把尿 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把尿吗 什么是把尿 把尿就是抱着小孩 把半天孩子不尿 旁边的叔叔都尿了 过去呢我们都把尿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用普通的那个布做尿布 不及时换 孩子会出现什么尿布疹 现在呢我们有很方便的一个什么 纸的尿裤 不大容易出现潮湿后 悟出来的局部皮肤出现问题 你强迫孩子这时候必须排尿的话 会造成他什么呀 他尿贫 再一个孩子抚压使劲的话 会出现什么呀 刚烈的问题 老人呢其实要接受新观念 不是说老人错了 是因为我们时代变化比较快 笑笑觉得终于找到靠谱的 知音了 找到知音了 你现在小孩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多大断奶 我妈妈她说 母乳到了六个月就没有营养了 她要我在宝宝一岁的时候 就给她断奶 那是妈妈挫你的 到六个月她就不想给你喂来了 她挫你的 偷懒 偷懒的 那你自己是打算呢 我觉得宝宝吧 最好是喂到两岁 母乳抗体比较好 宝宝吃得越久的话 对她的体质会更好 我们这里面身体最好的就是风哥 你看个子啊 皮肤啊 真的 风哥吃到初三嘛 是吧 喂 那个时候已经断很久了 吃太久了吧 怎么说吃到初三了 你看身体条件多好 撞到像头猪一样 你不能这么批评呜啊 对对你 批评呜 你先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你说味道多大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因为母乳的量 一半来自于身体的生理 一半来自于心理 所以不一定都对 所以千万不要 首先不要这么大的压力 我听说 如果妈妈喂孩子奶的时候 妈妈有压力啊 或者想很多一些烦恼的事情的话 就是妈妈的那个奶里面 会一些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 对 真的吗 说的很多 比如说就是肾上腺素 当我们一生气一发火的时候 学肾上腺素的增高 妈妈忧虑时也会 这样腺素给孩子 孩子吃饭了以后就会有焦虑 你比如说妈妈就是 头天晚上喝好多茶 第二天早上给小孩喂奶 奶茶了嘛 对不对 两代人啊 对这个小孩的这个代呀 真是不一样 外婆就觉得 小孩得经常出去透透气 我妈那时候就说 小孩愁生不愁痒 风吹就渐涨 然后呢妈妈就觉得 现在天气这个气候又不好 PM2.5 PM2.5 分气又不好 特别高 小孩出去容易得呼吸道的这种东西 所以在这点上来说 我知识外婆的观点 你想 为什么 你说孩子来到世界 是世界要适应孩子 还是孩子要适应这个世界 太好了 孩子要适应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如果让孩子经常出去 他会很好适应世界 其实反而不容易得病 像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我每天定点带孩子出去 每天6点半 带孩子出去跑15分钟 每天甭管这个天气 是什么样的天气 所以如果真下大雨 在门口站15分钟 他真的不爱得病 为什么 他适应了这个环境的变化 所以你说北京的孩子一到长沙 就觉得特别不舒服 攻击太好 往街边上一站一纹汽车尾气 啊 对了 哪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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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孩子啊 你看外婆终于有一条队了啊 现在心情怎么样 心情 心情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 从今天去我们住在外面了 不回去了也不会 今天晚上就在外面纸帐篷 不回去也不对 老子不回去住了 老子要带领我的生儿子 适应这个世界 从此之后 其实呢我们的老人 现在对待我们的孩子 是120%的好 对 其实只要是他能理解 能全力以为的 来来来交给我 交给我 是是是 对 但是大众爸爸 你又来了 OK OK 等一下 没事了 等一下 我真的觉得今天是 我从认识田园以来 最帅的一天了 帅呆了 好 抱到一边去啊 还有一点啊 特别重要 就是我们小时候啊 睡觉特别讲究 必须把这个后脑勺啊 给睡平了 说平头比较聪明 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是说要趴睡 让脸变窄变尖 变特别窄 我觉得应该还是 是一位宝宝的那个发育着想 那个爸老婆爸 你自己是个平的啊 所以我觉得好看 后面大嘛 脑容量大 但是后面大你也架不住 前面大 前面我的妈呀 您看这脑门 让大家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真正的脑门 这位大哥你清朝人嘛 太厉害了 方式很好 就可以让孩子自由发展 但是这个道理不存在 哦 因为一个人的聪明不聪明 跟他脑容量没有直接的关系 白长那么大闹壳了吧 我的是有关系的 在韩国的话 平头是不好看的 大家所有的妈妈都觉得 平头是不好看的 所以为了 你过来我摸摸你的头 小五的后面是圆的 哎呦 小五的头 就是龙起来的 是 我 我 我的也是龙的 龙 对 来 我摸下你的 把帽子摘下来 摸下你的 哦 你这有点 有点土豆的感觉啊 土豆是什么 我摸下你的 怎么样 八万吧这是 哎 里面有字 哎 摸这个八万 我继续说 继续说 所以很多就是 很多妈妈 为了让孩子的头圆 所以让孩子趴着睡 然后呢 所以就出过很多睡 研究表明 三个月之内的婴儿 最好不要趴着睡 因为这样容易出现窒息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不要让为了孩子 平头这什么样 不要让那个孩子 怕着睡后这什么样 必须要孩子的这个 呼吸的这个 考虑这个东西 顺畅 你看 多不容易啊 说这段话 韩国帅哥的那种窄脸 长头 都是拿命换出来的 对 睡不好就过去了 你赶快要笑笑 还有笑笑 妈妈外婆赶快去歇会儿 休息一下 抱着小孩抱久了 真的是挺要劲的 谢谢 谢谢 我说她的生后爸妈团 嘟嘟一家 嘟嘟 好小哦 嘟嘟 天哪 小孩养小孩 嘟嘟多大了 嘿 这小嘟姐 三个月 哎呦喂 真可爱 三个月小孩会放屁吗 会 他老是放屁 而且放很大很大的屁 有的时候睡觉会把自己吓醒 然后 睡觉睡觉睡觉 还得哭 还得哭你知道吗 然后飞起来是吧 其实小孩啊 中医 讲究汗屁屁 人生三宝 我们有一个词叫婴儿长脚痛 这是一种问题 不是一种疾病 婴儿长脚痛呢 体质于身后两到三周 自行终止在身后四到六个月 在一个孩子在吃奶的时候 是不是在吃奶时候 同时 吸光气 厌俩很多气 一瓶糖就 或一方毙下醒了 这个都是很常见的 所以 那所有年龄增大一点 会不会这种就没事了 四到六个月以后自然就好了 所以嘟嘟妈妈 我告诉你啊 现在小孩几个月了 三个半 再过半个多月 你想听那么清脆的屁 都听不到了 卸转时间赶快拿录音机录下来 录下来 以后好好的回味 放给他听 放给他听 以后孩子不听这屁都睡不着 多么熟悉的声音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是吧 这种感觉 把小杜姐儿跟 对 小杜姐儿 那会不会晚上睡觉的时候 跟白天起来的时候 床位不一样啊 就是晚上睡觉 嘟嘟嘟 喷气是小嘟嘟 爸爸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能不能给宝宝挖鼻屎 通耳朵之类的 嗯 你们家问的问题都挺生猛的啊 对 不是屁就是鼻屎 这个是不应该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 哪个孩子因为鼻内分泌物多憋坏孩子的 嗯 因为它多到定程度自然就会排出来 我们的鼻黏膜全是分泌线 其实你每次给它清除分泌物的过程中 又刺激的分泌线产生了更多的分泌物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个我早点认识您就好了 我们家那位 老大 老大老二他都用棉签 然后去 因为总觉得看着不干净 然后怕他不舒服 所以老师这么刺激鼻黏膜的话 鼻黏膜会冲血水肿 就会容易出现所谓的感冒 两到三岁出现鼻炎的话 都是家长这么老处理造成的 讨厌 我们每年都能碰到一两个 家长因为给孩子掏耳垢 导致耳朵的损伤 哎呦 既然问到五官的问题 我刚好问一下 就是很多的妈妈很流行 就是说小孩啊 那个什么眉毛先剃掉 睫毛剪掉 以后就会长很长 这是有根据的吗 这倒是有根据的 我小时候 我奶奶就跟我把眉毛 全剃掉 鼻梁每天跟我瞪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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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我现在的眉毛 是吧 你看 好粗 好粗啊 你看看是眉花装的 毛毛虫嘛 你看我的鼻梁 是吧 你看看侧面 能看见鼻梁吗 对 照您的意思 就是您刚生的时候 就开始刮胡子了 刮胡子 对 这种叫刺激性生长 其实我们说不用太在意 对 一定要注意别损伤孩子 咱嘟嘟算是挺胖的了 现在多少斤 15斤 15斤 对 它都有小乳沟了 对 师爷做得不错 你看他都三下巴 四下巴都有了 需要这个呢 控制一下 我们给孩子控制体重 绝对不能靠节食 在清醒的时候 多趴着 趴着 趴着的时候呢 他全身都要运动 而且会刺激他全身的肌肉的协调 而且也可以对他控制体重有一定帮助 多多 提高 从今天起做一个花花公子 不 那个 从今天起你就得趴着了 知道吗 还有一点啊 就是你生完孩子以后脾气怎么样 对你说 你说 你太太生完孩子有脾气 有点不一样 他说了所以 有点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妈妈生以后脾气爆呢 是因为她很委屈 她觉得她为这个家付出了最多是生了一个宝宝 在这个时候呢 全家人可能关注点不在妈妈身上了 对 因为怀孕的时候关注谁啊 对 全是妈妈 一天问吃得怎么样啊 喝得怎么样啊 睡得怎么样啊 突然生完孩子 孩子怎么样啊 对对对 妈妈有很大的失落 刚出生的宝宝 我们关注的同时一定要多关注妈妈 因为妈妈可能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向别人叙述她的一些想法 对 我说对吗 对 所以说要好好跟那个猪猪妈妈沟通 平常多听听她的意见好不好 好 嘟嘟 嘟嘟平安长大 赶快去趴着吧 宝贝 哎呦 你知道这 这腿哦 一劫一劫的 你知道啊 我们接下来就是第一个差距 两个 壮壮爸爸妈妈 好 你知道 来了 壮壮妈妈是哪里人 都是冲青霖 哦 冲青霖 你呢 我都知道 你们现在会有些什么样的分歧 宝宝一生下来 我就提她吃母乳博 嗯 一生下来她爸爸说要灌四母汤 啊 我们湖南生下来小孩子都喝 都喝那个四母汤 谁说的是湖南小孩 我记得你小时候也喝过的 你怎么知道她小时候喝的 你怎么记得 感觉是李渭跟我离开 这些你都记得 他还说我记得 真的是 其实我们建议健康的孩子生后 不要去给这些所谓的补剂 或调理剂 或其他的 那些额外的东西 还是认归吃母乳 这样的话是最好的 嗯 这里啊 有一个问题啊 我替这个庄的爸爸说 庄的爸爸认为小孩每天得喝水 妈妈好像觉得 母乳里面百分之八十都是水 喝两个多水煮啥水 对头 太多家长都担心的事儿 老觉得喝水少 会所谓上火呀 会得病 那怎么知道呢 最简单的方式 观察孩子的尿的颜色 在没有吃维生素的前提下 如果尿是不黄 无色透明 或者是稍微有点黄 说明水分够的 正常的 你想现在都是小孩 孩子一天天长大 就会问很多很多 非常有意思的 十万个为什么 好像我们小时候 都问过这个问题吧 问那个爸爸妈妈 我从哪来呀 你小时候爸爸妈妈怎么说的 剪的 哪儿剪的有没有说过 垃圾场 还跟你来 还跟你来 我妈妈说我是小时候啊 我妈有一次到那个果园去 那果园特别漂亮 看见一个好果子 我妈就去摘 然后我就从她腋下掉了下来 你是 施加模拟 我就往前面走了七步 七步底下全是莲花 然后我就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我说天上地下唯有独尊 没具体说是怎么来的 你怎么来的 韩国的这个腿跟那种桥 发音是一样的 塔利 这个也是塔利 这个也是塔利 桥也是塔利 所以说本来是在这里剪出来的 但是他开完说 他就说你是桥上面剪下来的 哦 对 他是同音 这个好 跟孩子开玩笑 他还有重元的 对 中外组合 这就麻烦更大了 肉放在饼子上面 对 一方面把肉放在饼子里面 一个是披萨 一个是馅饼 对 差距特别大 来 欢迎他们 来来来 欢迎 咋了双芒谷 西门子 你等到八评课 你跟街街红这尾子 因为我跟西门子特别的熟 我特别的怕西门子 为什么呢 因为西门子啊 冷不丁他就跑到我屁股后头 咣当就打我一屁股 哎呦 哎呦 这屡教不改这孩子 我特别怕他 妈妈 咋还算没字 咋还算 虎爸比七 不要打啊 哎 哎 小五 爸爸呢 是英国人 是的 我们听说好像在国外啊 生了孩子都不用坐月子 是吧 直接喝凉水 特步天天向上